请这三位专家提供两档的口袋名单个股 能够让大家在这个价值间 看着他们的个股 好好的仔细的端详一下 先请文娥来选 今天两档都是电子股了 有一档呢 这个疑问性比较高了 是落在了阳城 因为阳城之前一直被人家打落水狗嘛 这个跌翻了 光是十月份跌了将近四成 是的 四成耶 现在接OK吗 那么这张股票也是十月份 我们放空的标的 那不要写错 我现在是做多不是放空 那么如果说你仔细观察阳城的股价 从二月份的一百五十二块 暴跌到十月份的四十二点六 总共跌了七十二趴 七十二趴它所代表的意思 就是腰斩一次 你补完钱之后再腰斩第二次 那所以说单纯就筹码面的角度 我讲讲本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干净 因为全部都输光光了 真的啊 如果说你放一千万到阳城 你可能到现在一毛钱都没有 那问题现在为什么看好 刚刚钟馨哥有提到一个重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目前你可以去找一些所谓跌升的一个股票 那你仔细观察最近跌升的股票 涨最凶的就是八零七六的五峰 哇这波涨起来真的有够辣的 涨得非常非常快 而且几乎每天跟倒撞反转一样 每天就是涨停涨停再涨停 那我觉得阳城也具备这样的特色 怎么讲呢 如果你仔细观察他的一个所谓财报 前三季包含第三季公布出来是一块五 说老实在一块五烂到爆表 那我都请问大家 你有没有看他第二季财报 第二季财报是亏钱的 第一季赚0.6 那等同于他第三季就赚了一块钱 算是今年以来赚最多钱的一次 那更重要的一个所谓的重点 如果说你仔细观察啊 他其实公司之前有实施库藏股 大家不要忘了 你把那个新闻找出来 当初实施库藏股的一个所谓平均价格 是落在八十块钱 那目前的股价跟八十块 还有一段非常长的一个所谓距离 我不是告诉你会涨到八十块 只是说我认为这张股票的话 应该具备一个所谓跌升补涨 更重要的重点 如果说你仔细观察他的负乖利率 因为这一波的话 很多股票包括6187万元 也都是一模样 他的负乖利率太高了 那么导致于他出现一个跌升 而且出现一个强坛的一个架构 所以我觉得这张股票 如果未来有机会压回到 不是五日移动平均线 如果有机会压回到三日移动平均线 大家可以特别留意 那第二档个股的话 则是6187的万润 那万润它也是属于设备厂的公司 那这家公司来导播麻烦下面 放下三大法人筹码 你会发现非常有趣的是 这家公司的话 然后把图缩小 你可以发现当初的法人 全部买在天花板 为什么当初的法人 全部买在天花板 因为他跟阳城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他的业绩好到破表 等同时如果说你仔细观察 他的一个所谓毛利率 乃至营业利率 毛利高达将近有四成 那营业率高达将近有20% 那么代表他算是电子股里面 非常知优的优等生 而且第二季的一个所谓的财报 跟第一季比也成长将近1.7倍 这是为什么法人全部买在天花板 最主要的原因 可是如果说你仔细观察 他第三季的一个所谓营收 也创下一个所谓历史上面的一个所谓新高 而且他的复乖利率也开始出现了一个所谓修正 更重要你也可以看法人开始归队 所以说我也觉得说 这两党股票应该具备一个落后 补涨的一个所谓效应 好多这两党都算是跌得非常深的个股 有机会能够跌升反弹了 好接下来请中心哥来看 今天两党一个是先锋 另外一个是在联电了 联电其实昨天就已经有人提到了 其实大家会提出的疑问是在说 这个大牛很难跳得很高 好的就拿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公式来讲 对 换手量 那联电的联电的融资预额呢 联电的融资预额它其实有四十几万丈 我们看联电因为联电在低档 它出现了所谓的换手量 那联电出现换手量也就是说 在昨天吧昨天我们联电抱歉联电 联电的融资预额它融资额是二十几万丈 昨天出现它 所以二十几万丈的融资预额其实 你等到昨天联电一路以来都没出现八万多张 九万多的成交量 昨天出现了 其实昨天是联电的买点 因为一般我可以建议投资没有 一党融资额有很高的股票 它不见得不会涨 但是它没有量就不会涨 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它的成交量大于融资额的三分之一 那天再进去买 因为你一路低接连电一路破底 都不会涨 什么时候买 昨天买就是好买点 那如果它昨天没进的话怎么办 昨天怎么样 没进的话现在进也来得及吗 它差三毛钱 三四毛 离昨天的收盘价差并不多 当然未来如果拉回 因为它的支撑大概景线大概在13块1左右 是 拉回来景线附近还是可以买 因为它换手量已经 我刚提到换手量 它换手量已经出现 就我们刚博恩兄提到的新日光 不是很弱吗 融资八万多张吗 对 融资八万多张的股票 不见得不会涨 那如果哪一天出现三万张的量 它就涨了 那如果没出现呢 每次出现只好继续等 等到什么时候出现三万张 我也不知道 那或者是等到说 它一直跌融资额陆陆续剪 剪它剩下六万张 那可能一万两千张就会涨了 所以那如果一档股票如果要涨 那连续 假设哪一天变成40万张成交量 就像新美电一样 那可能就要十几万张的量 来维持的换手 所以融资多并不见得不好 像刚刚有一天我问 那融资都还是在散户 你这样想 有的散户是旧的散户 砍掉干掉了 换新的散户进来 新的人他有可能用融资 我新的融资 也有可能用融资 对 阻力也可能用融资 新的融资 把旧的融资换掉换手 所以我定义那个量叫做换手量 如果没有那个量 融资一个高的股票 真的不会动 那如果出现那个量 你就可以特别留意 其实换手量出来了 那另外一档是 这个是底部的嘛 先锋 另外一档就 一个是天花板 一个是地板嘛 先锋就是天花板 那先锋如果 下面导播麻烦放 三大法安的买卖草 我发现哇 三大法安都买爆了 这一支 三大法安一直在买 10月份都在买 好 比较有趣 当然他九月份 已经说创新高 那第三季可能 今年的新高 十月份也可能创新高 当然跟市基有关系 我介绍这档股票 给投资朋友 其实意义是 这档股票在两个礼拜前 其实出现攻击量 两个礼拜前 你说他两个礼拜前 那现在是不是追高了 两个礼拜 起来好像比较贵 现在离两个礼拜前 因为他一直在高档震荡 离那个地方大概 差不多5%了 差不多5% 离他出现攻击量的时候 差不多5% 还有一个重点 因为投资朋友 在买股票的时候 常常喜欢 法人布局 我跟着布局 但是我刚刚不是强调吗 资金是有时间成本的 法人布局股票 不一定会涨 先锋大涨 大概另外八成的股票 法人布局都没涨 像我刚刚有提到 法人买了天花板 摔了一踏壶 那个万润 法人买它也不一定涨 所以重点是 法人买你也可以等 你等到出现换手量 或攻击量再进去跟 如果没有出现 Python就不要动 因为反而买那么多 那么久 它不一定会动 那你要买它起上点 就用我的方法 攻击量或换手量出来的时候 你在现场就OK了 好 最后是幸福来看 今天两岛一样都是电子股 我想今天的这个早上中午之前 这个看盘看到真的要打哈欠 要讀过 量缩到只有750亿 那就是涨涨跌 涨涨跌 看了很神 然后突然 这个有朋友来敲说 哇 日本股市大涨 一打开来看 你知道各位 今天日本股市看一下 可以看了吗 756点 涨了快5个percent 涨了4.83% 这好像汉地发送 好像真的好像吃了那个 这个威尔刚一样的感觉 他已经快逼近前高了 那主要就是中午传出来说 日本央行还要再放钱出来 对 那你可以发现 这个日元 他也快速的贬值 今天跌了2个percent 那其实前面一段时间 已经蛮多同时去日本玩 看到这个想说 哇 早知道 晚一点再去 对啊 晚一点再去 你现在同样的新台币 你可以换更多的日币 可以买更多的礼品回来 送给亲朋好友 所以呢 这边日元的一个贬值 就会带动一些所谓 受贿的一些概念股 那其实在面板产业里面 你也可以发现 就是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出来友达 群创盘中开始急拉 都是在大概十二点半之后 这新闻出来同时 那在面板的零组件 像四九六零的奇美财 我觉得其实也是 所谓日元贬值的受益股 其实他这一波也跌很多 跌到这个跌过三十块 可是呢 他今年上半年 EPS就将近快两块钱 1.92 那第三季呢 如果说再加上 这个汇兑收益的话 应该单季有接近一块 全年四块 也就是说他现在其实本益比大概是八倍多 所以相对是一个机器比较低 而且跌升之后呢 具备一个所谓有 有这个营收获利 一个反弹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觉得 这个算是 在跌升之后 然后又有基本面的一个个股 我觉得是可以留意 那另外一档呢 也是这个光纤相关的概念股 是这个光环 三二三四的光环 那光环其实九月份营收 是今年以来的新高 你可以发现它是一档呢 这一波呢 没有被指数往下带的一个个股 那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各位你知道其实很多公司呢 前面一段时间在实施库藏股 为什么 跌到翻掉 公司自己都受不了了 说不好意思 我寄个库藏股来救一下股价 可是你很奇怪 这一档公司走了这么强 他居然就说 我也要买库藏股 好奇怪哦 很少看到说股价走这么强 还要出来买库藏股 对有时候是他回来哦 这个购买就是转让给员工 可是很少看到就是股价走了这么强 还要买库藏股 那他说他要买五千张 前面一段时间他已经公告 他已经买了两千一百七十一张 均价在二七点五七 那以这个这个礼拜四的一个收盘 价来看的话 其实收盘低于公司买回的成本 也就是说呢 你现在买是比什么还低 比公司老板的成本还低 当然礼拜五已经有稍微拉起来一点 不过其实离公司的成本价不远哦 那法人最近这段时间呢 其实这个这个月以来 大概也买了四五千张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哦 寡主要买投信 要买自营商买来加码 甚至我觉得最主要是公司的心态 他为什么要买库藏股 当然像刚刚韦婷讲 有可能是我买回来转让员工 但是呢至少他代表是一个 积极的一个买盘进场 所以我觉得在今年哦 整个4G加速部件的一个状况之下 网通或者说4G的一些概念股 这边来讲的话 我觉得也是我们可以哦 未来在这段时间呢 特别留意去注重的一些 赤族群或者说是个股上哦 好刚刚这三位的专家 其实集中火力多半都还是集中 是在看到是在电子股的表现哦 其实这个眼光跟外资 看到台北股市的这个挑股方式 也是有点雷同了 寡回来我们就要从外资角度来看 尤其集中包括的是友达啦 TPK TPK最近有非常大幅度的人事变动 市场都在传说 在这个鸿海是不是有机会 能够入股了这个TPK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这个外资到底怎么看 我们稍微回来 超华丽3D画面 超强大团战场面 超世代手游 决战神魔 床的世界全管满万送签疯狂购 再加码百货礼券 折现金1000元 可递1500元 还有美国原装西梦斯 月付1250 床的世界韩碧楼专用床 月付1650 床的世界清凉水美床 月付1900 请来床的世界 感冒用丝丝 用丝丝 手用丝丝 用丝丝 比赛毕业 用丝丝 有感冒前照 提照用丝丝 以免重感冒 用丝丝 不会四肢无力哦 丝丝感冒交难 一拍自动校正 一笔轻松编辑 生活充满一连串考题 还好有够机灵的麻吉 用心对话就是要note Samsung Galaxy Note 4 比较厉害 搭配中华电信 极速4G Galaxy Note 4 799 0元起 载送蓝牙喇叭 不同的观点 看见更多的角度 不同的产业 看到更多的机会 不同的人生 看见更多的勇气 不同的语言 看见更多的视野 三立全球财经 看见趋势的力量 床的世界 全馆满万送签疯狂购 再加码百货礼券 折现金 一千元 可递一千五百元 还有美国原装 西梦斯 月付一千两百五 床的世界 韩碧楼专用床 月付一千六百五 床的世界 清凉水美床 月付一千九 请来床的世界 麦当劳心饗宴 第一口芥末香辣 第二口黑胡椒嗆辣 第三口爆发红椒辛辣 辣味层次 冲击你的味觉 尽情享受 辛辣黑椒鸡腿 十年来 我们赞助了一千两百多个 社区一家再造计划 让每个人 都像家人一样 彼此信任 接下来还有更多社区 等着我们一起去参与 各位说好不好 好 麦当劳心饗宴 第一口芥末香辣 第二口黑胡椒嗆辣 第三口爆发红椒辛辣 辣味层次 冲击你的味觉 尽情享受辛辣黑椒鸡腿 超华力3D画面 超强大团战场面 超世代手游 决战神魔 好 接下来我们从外资的角度 来看到现在台北股市当中 尤其是在瑞银 最近往往是对台北股市的 各股电子股集中火力 来出了最新的报告 当然有青睐的 也有不青睐的 结果在试出这样的评价之后 到底对各股方面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还有这个外资是不是真的 是依着它的报告来进行操作 答案是否定的 还是一样是两手操作 包括了这画面当中 这三档电子股 台达电 友达 TPK 光是在台达电是最青睐的 另外两档友达 TPK 是比较不青睐的 但是很妙的是在于说 瑞银不青睐的两档 友达 TPK股价反倒是涨得比较多 10月24号以来 友达涨了一成了 TPK更强了 大涨两成之多 而且这两档友达是大买了 将近一万八千张 TPK是加码了一千四百四十四张 这个当然这个两手操作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先问一下文恩 我们先来看到TPK了 因为最近这个话题实在太多了 昨天最新的数字 跟这个报告是说了 有重大的人事要变动 下礼拜二正式宣布 说这个现任的执行长 总经理的职务 将会由之前郭董 清典的接班人 钟一华来接任 这个钟一华他不是小人物 他是这个郭台铭 他清典的四大接班人之一 算是跟在郭董旁边 非常非常多年的 而且要提一下 是在孙大明这个角色 其实孙大明在整个TPK当中 他比较像是左右手 负责执行面的 在这个最上层的人 他负责决策 但是真正去做事的人 是孙大明 你现在把孙大明 变成了副董事长 感觉台面上是高深 但是根本就是民生暗将吧 那么基本上 你如果说看到TPK第三届财报 那叫惨不忍睹 我记得二零一年的时候 TPK一年的EPS 还高达将近有二十四块二十五块 可是今年第三季 竟然呈现一个亏损的状况 那么当然这个时候 大家在想说 那到底TPK的决策 我没有讲孙大明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之前的话 其实TPK他把很多的比重 是用在Windows 8的触控笔电 他以为说所有的笔电 都会用一个所谓触控的模式 所以说呢 在福建的一个所谓的5.5代 的触控面板厂 他也大幅度的扩增 台湾也是大幅度扩增 结果后来发现说 没有人这么无聊 用笔电的时候还是用触控 大概是习惯用滑锁 所以你认为说 鸿海有可能入股TPK吗 我认为这一个机会应该不大 那你要知道说 为什么TPK 最近股票的一个上涨 你看到外资的报告 他告诉你不青睐 可是为什么外资 反而买了一千多张 因为最主要原因的话 我只能强调说 好像早就已经有人知道 今天鸿海旗下的接班人 中伊华 他会去当TPK的一个所谓总经理 那么中伊华 当然他的背景来历也是不晓得 刚才我提到四大接班人之外 他也是负责 iPhone的一个所谓的事业部门 他光旗下的一个所谓 掌管的一个员工 就高达将近有二十八万人 那么之前呢 因为整个身体不好 所以说他就先告病还乡 那么这次回来接TPK 大家想说 鸿海的人来接TPK 是不是代表鸿海要入主TPK 我告诉大家 这个机会不大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单纯就价值上面的 一个角度 今天还有包括杨华 包括一个所谓盛华 因为就是因为整个触控 我讲坦白的 他的一个所谓贴合技术 他的门槛不高 所以你可以发现中国大陆 这样子开疆僻 一直来抢台湾的订单 就是因为他的学习曲线 比较低 那么如果说以我今天 我要出比较高的钱 我要去买TPK 还是出比较低的钱去买圣华 我想坦白的 你心中应该有这个答案 那么更重要重点 如果说你有看到上个礼拜 我记得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 鸿海他自己也出资了 将近一千七百多万 不知道应该是美元吧 他也要盖 他属于他自己的触控面板厂 那第三个一个所谓重点就是说 在于说 其实群创现在目前而言 触控面板 他面临到另外一个竞争加历 就是来自纯面板厂 今天不管包括友达 不管包括群创 我告诉各位 等他们闲置的产能 他真的要做触控面板 那叫做什么 只是一限资格 他要做触控面板是非常非常容易 所以说如果基于这种各式各样的考量 毕竟群创也算是鸿海体系的公司 所以说我如果真的需要触控面板 我只要用群创 把产能扩增这样就好 我干嘛去花钱去买TPK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中医华 他去当TPK的董作 应该是之前大家本来已经讲好了 他们是四大接班人 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那样子 他开始要去寻找外面一片天 我认为这个几率比较大 那至于TPK这样股票要怎么操作呢 那基本上TPK这一波 能在短短几个交易涨二十几% 最大的工程就是来自于外资 因为外资每天都站在一个所谓的买方 你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现在也涨到了一个所谓时日移动平线 很有趣哦 你会看到外资今天开始调节 开始出现转买为卖 所以短线的部分的话 我绝对不建议你再做一个所谓追加的动作 毕竟从基本面的角度 我讲坦白 第四季有没有办法出现亏转盈 还是个未知数 好就等于说其实我们看起来 最近这四天的红K棒 只是算是一个跌升反弹而已啦 只能这样子定调了 这个鸿海入股TPK的可能性也不大 好另外是来看到是在友达方面了 友达其实最近股价比群雄来得更为强势一些 说这个第四季有增资计划 这个让不少人说 公司派是不是会持续做多了这个友达 好像瑞银也看到了这样的这个氛围 但是却把评级是评在了最不青睐 这个讲话很不老实 钟晴哥 我想我们这样来看 其实外资也不是全部都不老实 所以你很难说 外资看好我就卖 外资看坏我就买 其实也不行 因为以前我看过 就是麦格里那时候看好TPK 结果麦格里拉起来被大核卖掉 把他卖下来 结果大核呢 把他卖下来之后 顺便调降他的平等 那结果股价就跌得更惨 在那个低档之后 大核又跑进去买 他调降了TPK平等之后 反而大核正面跑进去买 麦格里他很老实 我看好就去买 结果被人家砍下来 所以不是说 每个外资都是两手策略 或者那你说 那是不是瑞银就是都用两手策略 那麦格里就很老实 那也可不一定 针对各国也可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看友达 友达其实 他融资也是很高 所以融资很高 股票不一定不会涨 他在上个礼拜二 礼拜三 10月22号 那天 下面如果放成交量的话 他出现了13万多张的成交量 那融资余额 当时是几万张 29万张 所以一档股票 没有那个换手量就不会涨 他起涨点就那一天 那根底部藏红那一根 所以你什么时候都不用去买友达 就10月22号去买就好了 因为你终于出现那个量了 其他时间都不用 所以因为我是一个软体设计的 所以我对这些数据参数 我算是蛮有心得 而且经过很多时间的测试 所以各位我提到的 不管是攻击量 不管换手量 你一定要记起来 而且一档股票 我们希望能买到它起涨点 你不是买来等吗 因为如果你友达你一路买来等的话 在起涨点10月22号你可能卖掉 终于小算卖掉 或者是前几天你可能 终于低阶 低阶 低阶 终于等到成本附近终于卖 然后就继续涨 所以如果把导播能往前面看一点 它其实在六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融资是35万张 那它有一天出现24万的成交量 它就开始涨 所以这很有趣 你自己可以去研究一下 这种大型的股票 你就出现那个量 你再继续买 它就短线上涨三成 所以这个是你要学的 那友达我不是说现在看好 因为10月20号已经出现了 那这个地方低阶还OK 因为它前波高一点 45块多是要20几万张 我个人认为没那么快过得去 好 这位长台大电了 这个幸福来看 这个最新公布的营收 9月份营收很不错嘛 创下新高 但是展望在第四季 不会比第三季来得强 但是月营却看到是最青睐 股价下跌 对 我想其实我们看外资的报告 除了看这个文字的叙述也是外 看它实际的一个进出的状况 那我觉得其实台达电的一个部分 来说的话 长期是一家优秀的公司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K线 拉得比较长一点来看的话 其实它已经走了好长好长 两三年的一个大多头 那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最近一些就是长线 一两年都走大多头的股票 如果说第四季的涨幅比较差的话 其实它走是有点像大力光 第三季 那第四季一讲不好股价回落的速度就比较快 所以我觉得这些个股 如果说能够回落到深一点 例如说来到半年线年线的支撑的话 我觉得慢慢的它的一个投资价值会浮现 只是短线上它的第四季 会稍微开始有点转弱的迹象 但是长线我个人认为 这一些有技术能力 而且在这个个别产业 因为它是做电源供应器的 能够值一方之牛 还是相当的不简单 我觉得长线我还是有 觉得它有投资的价值 好 提供大家来参考咯 我们再会 麦当劳新饗宴 第一口芥末香辣 第二口黑胡椒嗆辣 第三口爆发红椒辛辣 辣味层次冲击你的味觉 尽情享受辛辣黑椒鸡腿 有感冒前站